老闆也可以心情不好啊 心情不好關機一下 大家都可以關機一下吧 只要聯絡得到人就好了吧 我重要的幹部都有聯繫到 都有在指揮啊 造成社會大眾的不便 及造成員工的不安 跟大家道歉 我們對並沒有有拖欠任何的款項 包括員工的薪水 我們也沒有要結束營業 也沒有支錢費的問題 遠東航空原本爆出資金籌措困難 要暫時停止營運 簽名員工恐遭到資遣 不過遠航董事長張鋼為13號 終於出面回應 強調沒有要停業 更宣稱已經有三組人馬願意投資 將會有10億的資金到位 我們在這兩禮拜左右 投資人的資金會陸續到位 至少這個會有 先期就會有10億左右 所以這個是也不用擔心 那這個時候其實 我的心情反而比之前 心情更好 為什麼 之前以前只有我獨立支撐 現在如果說有其他股東的話 那我就輕鬆太多了 張鋼為失聯後出面 否認自己失聯 至於遠航繼承主管聯繫不到他 導致宣布停業 張鋼為卻這麼回應 一般的員工 應該 不是那麼容易聯繫到老闆吧 這麼一千多個員工 就昨天一天沒有到公司 就造成這麼大的風波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這個百感交集 張鋼為表示 不論暫時停飛 或是停止營運的公司內部性 都是基層主管 暫時決定 強調一切都是無容一場 我也是一個平凡人 我也會心情不好 我也會關機 所以是造成一些人的誤判 這個危機處理 有一些主管的危機處理 沒有不對 但是也太快了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我們的大局跟主管機關能夠支持我們 為了這個一千多個家庭的生計 希望能支持我們付費 12號民航局已經發出公文準備開罰 並準備廢止遠航的運輸續客證 對於遠航虛妄付航 交通部長林佳龍回應 遠航應該先處理善後 一個公司的負責人 一下子說要停飛停業 一下子又說要繼續營業 我已經責成民航局加強監管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希望說 遠航的負責人能夠先解決善後的問題 這次的事件已經影響到旅客 還有旅行社的權益 另外一方面也影響到員工 尤其是這些機師跟空服員 他們工作上的心情 先把善後的問題做好 其他我們會依法來辦理 遠東航空的態度突然大轉彎 再度引起各界嘩然 民航局12號晚間已經發文 報請交通部以民航法相關規定 對遠航處罪重新台幣300萬元的罰還 遠航想要立即付飛恐怕也難以如願 緊急把航局出立行台幣報道 用 Pastor的車子 前往左轉彎 有一個風格 aked幣報道